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讲到古诗十九首的话 我们先要讲五言诗的起源 因为古诗十九首都是用五言的形式来写的 先讲讲第一届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是我们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 它和其他诗歌的形式一样也是从民间产生的 早在诗言诗盛行的时代 五言诗就已经开始萌芽 《诗经》当中的诗言诗中的偶然 他就杂有五言诗句 到了春秋末期的时候 楚国的儒子歌 秦始亡时代的长城瑶等 也可看作是五言诗的雏形 西汉的时候五言的歌谣越来越多 自汉武帝以后 五言歌谣被大量的扯入到渔芙里面去 成为渔芙歌词 所以我们前几次课给大家讲的西汉渔芙 就是汉渔芙大部分都是五言诗的 他们有不少的新故事以及相当的艺术技巧 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注意和爱好 文人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开始模仿起来 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 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 它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那么我们看看最早的五言诗是什么呢 是班固的庸史诗 班固的庸史诗 班固的庸史诗讲什么事情呢 讲一个提吟旧父的故事 他歌颂了一个提吟旧父的故事 提吟的父亲他是一个官员 官员按照当时的法律他犯了法 犯了法要到京城去接受处罚 那么并且要接受弱行 当时是这个刑法都是弱行 你犯了什么罪 砍到你一个手 你犯了什么罪 砍到你一个脚 弱行 那么你想司马迁他就受着弱行 是不是啊 他把他的那个男性的特点 把他割掉了 对不对啊 司马迁是非常愤怒的 非常缺弱感到 那么提吟的父亲没有儿子 他出门的时候他感叹 他说 哎呦可惜生了都是女孩子 假如男孩子的话 还可以到京城去啊 帮我伸冤 还可以路上照顾我 有古人出门犯了最出门啊 我们大家看过水浒传的电影 是不是啊 像林冲这样子啊 他都是带了个架子 有人压着他上路的 不像我们今天有火车汽车可以坐 那个走路 公司还一路上还要还要 还要受毁 对不对啊 你假如没钱给他他还要打你 啊 大家看过水浒传里面 林冲 痴配 昌州 这个路上 这个是非常艰苦的 非常艰苦的 那提吟旧父的故事呢 他虽然有感叹此词啊 但是这么无闻 缺乏形象性 因为这首诗歌是署名的 它是班固写的 班固写的 所以我们说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啊 应该是班固的 庸诗 那么文人学习模仿明歌而创作的五言诗呢 也有 就是文人模仿明歌创作的五言诗呢 当以新烟年的雨林郎为最著名啊 雨林郎最著名 它是模仿沐上桑而写的 模仿沐上桑而写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诗歌啊 这些诗歌 我们可以看一首新烟年写的雨林郎 雨林郎 这首是写什么呢 大家看看 他写了一个将军 实际上是一个权贵门帝下面的一个 一个手下的一个官员 他去调笑一个民间的女子的故事 霍家 霍家我们大家知道 霍家在汉武帝去世以后啊 这个霍家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大家知道有个霍区病 啊 魏卿霍区病 霍区病是朴吉大将军 万字都非常大啊 打匈奴打得很有战绩的 可惜他年纪很轻就死掉了 霍区病有个弟弟叫霍光 霍光 我们在汉武大帝的那个电视里面 大家看到过啊 汉武帝临死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汉武帝临死之前啊 他那个大儿子就太子啊 已经被他杀 已经被被杀掉了 杀掉了以后 他最后其他几个儿子不满意啊 他就立了那个最小的儿子 做接班人 那么他指定霍光 作为他的那个 这个辅政大臣啊 他脱裤呢是脱给霍光的啊 呃 他送给霍光一张图叫 周公被 陈王图啊 陈王图 周陈王很小 对不对 周公死了也 周五王死了也 周陈王很小 那么霍光 呃 周公把 把这个小孩子带大 并且把全力还给他 那么他看来看去呢 汉武帝子 霍光这个人呢 比较谨慎啊 比较谨慎 就把全脱给他 脱给他 当然脱的不是他一个人啊 但是霍光是主要的辅政大臣 那么就是大将军 大将军 但是霍光这个人呢 是不够谨慎的 他是 不屑无所 死死记里面说的 不屑无所 死死记里面说的 呃 这个死死里面讲的 不屑无所 所以他后来 他的家族里的人呢 变得非常的 凶狠 蛮痕 何光自己也有 废力大权 他能够 立一个皇帝 废一个皇帝 他全力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从 这时候雨林郎可以看出 霍家的门下的人呢 如何的横行霸道 谢有霍家楼姓冯明子都 这个名字当然也有虚的 因为子都这个名字 是古代美男子的名字 子都好像是美男子的名字 姓冯明子都 依仗将军是调笑酒家胡 酒家 酒家我们的 我们现在街上酒家很多 酒家的女子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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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是要陪人家喝酒 调笑 被人看不起 你像我们大家都过 司马向如传 对吧 中文君那么样子 一个有名的人 他那个 他爸爸是非常有钱的人 中王孙 后来两个人谈恋以后 我们大家知道 司马向如 司马向如是很有才的人啊 对不对啊 也去 谈词 凤秋王就把中文君勾走了 但中文君跟了他 他到那个凌秋去以后 我们大家知道 家徒势必烈 中文君本来想嫁给那个司马向如更去 后来发现上道了 这个家徒势必烈 家里只有四度墙壁 那靠什么生活啊 两夫妻商量以后 没办法了 对不对 回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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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王孙所住的那个城市啊 并且 中王孙家的门口开了个酒店 司马向如他自己做做店小二 啊 中文君也 也也也也也亲自 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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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调酒 卖酒 大家都来了 中文君都有名啊 是不是啊 中王孙的女儿啊 那个那个 中王孙把中王孙气坏了 你这个简直是丢人现眼 是不是啊 那我的面子往哪儿去啊 丢人现眼 那么后来人家劝他 这个女儿女婿 以后还是有前途的 你还是认一下吧 这王孙想了半天 算了算了 认他吧 给你一笔钱 啊 生活有保障了 你赶快给我滚蛋 不要在我门口丢人现眼 开酒店啊 所以那个王立群讲史记的时候 说 司马向如是 骗骗骗骗骗骗 也讲的蛮有意思啊 现在彭安县是非常奋斗 司马向如怎么是骗骗骗骗骗呢 我也去彭安开工会 他们批评这个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司马向如跟钟文君两个人 我们大家知道 从周王孙那里 弄的笔钱是去世的 周王孙这个 你做一个 开一个酒店 简直丢我面子 去吧去吧 给你一笔钱 算了 当年后来司马向如有了这笔钱以后啊 写子徐服 写上林服 到朝廷里去活动 做了个官以后啊 在出差西南的时候 禁锢成都的时候 那钟王孙呢 就非常客气了 是吧 干脆把铁带分给你 你跟我儿子一样 这个钟王孙很有面子来 我写的女婿就中央做官了 你看看 对吧 看起来她这个女婿还是 这个投资还是投得不错的啊 这里我说的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酒家 开酒家一个女子啊 不太被人看得起 像中文君这样子 所以这王孙赶快啊 给她一笔钱呢 叫她不要开了 这里呢 这个冯子都呢 就去调笑这个 开酒店的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呢 胡记年神午春日的道楼 长距年礼带广秀和欢容 头上蓝天月日后大庆祝 两环和腰条一世两所无 这个开酒店的这个女孩子 女招待员呢 年纪十五岁 胡 大家知道这个胡啊 就是少数名字 少数名字的女子大概是长得 是不是这个十五岁啊 也已经成年了 成年了 长得非常漂亮 是一个大人了 非常漂亮 大姑娘非常漂亮 大家注意 这是春日的道楼 春天的日子里 酒店里 只有她一个人 只有她一个人 她其他人都不在 不在嘛 这个这个冯子都嘛 可以下手了 对不对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五个字啊 实际上是脱出了当时的诗的背景 当时呢 写这首诗歌的一个背景 这个女孩子又长得特别漂亮 你看 穿着衣服 长距连礼带 广秀和欢容 她是讲着她 这个这个 这个斯格里唱的 有腐式里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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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唱的是她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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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穿的衣服 打扮 打扮怎么样 头上蓝天月日后大秦珠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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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西月过来的一个女孩子啊 她她这样子打扮的 打扮的 两环和腰条 这个头发打扮的也非常漂亮 一室两宿五 从来没看到过 把这个冯子都眼睛都看得砸不开了 一环五百万 两环千亿万 这个当然是 这个游腐式里唱之唱出来的 表示这个女孩子啊 这个漂亮啊 表示这个女孩子啊 表示这个女孩子啊 在人们心目当中地位的高 我以金五指 平亭故我容 她正在卖酒卖 卖得真顺利的时候 没想到一个金五指啊 这个这个 呃 禁锢我这个酒店了 啊 进酒店了 您爱和月 您爱和月月 啊 您爱和月月 您爱和月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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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爱和月月 这个冯子都来了之后啊 他骑的马啊 也都非常漂亮的啊 啊 因为他是货家出来的人啊 货家地位那么高 那么有钱 那出来的 这个马起的也特别漂亮 翠盖空瓷楚 啊 翠盖空瓷楚 啊 就是装饰翠鸟羽毛的那个车盖 啊 他开了个车子 这个车子是 开到酒店门口啊 啊 门口 啊 门口 啊 就我求清酒 啊 啊 就我求清酒 啊 清酒 啊 清酒 清酒 啊 清酒 我们现在 呃 呃 前一阶段好像出头一个报告啊 呃 说哪里挖开一个古墓 古墓里面 开头 这个缸子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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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体 后来把它倒掉了 后来有人吵了一下说 这里面有酒香的 两千多年的酒啊 现在从古墓里发出来 还有 嗯 还有 啊 就说那个那个人 有些人说这个酒啊这个价值高的不得了 有些人说两千多年了 这谷墓里挖出酒可能有毒的 呃 但是 这考古人员 他好像还是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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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工具 摆了一下嘴巴里尝了一下 多喝也不敢 啊 尝了一下 他说这个酒味道还不错 不错 啊 嗯 到底怎么样啊 后来他们 这个缸子里的东西都不倒了 都拿回去做研究了 研究了 这个酒颜色是绿的 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灯红酒绿 我们以前想这个酒这么是绿的 这个酒确实是绿的 灯红酒绿啊 古代的酒是绿的 这里求清酒 这个清酒 我们现在日本还有清酒 我们中国有没有清酒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在喝酒 前段时间来的日本朋友 他送我一瓶清酒 清酒很厉害的 喝下去一会儿就醉了 这个清酒 是不是就这个清酒 传到日本学校品牌保存下来 我不知道 诗神体育狐 他一个进了他第一目的是打酒 第二个目的是要菜 就我求真要金盘贵鲤鱼 一个打酒一个买菜 买菜 结果这个逢子度呢 下面这个动作就不对了 以我青铜镜 借我红炉具 酒菜拿到以后 他说你这个胡家鸡啊 这个小姑娘我送你一面青铜镜 送青铜镜 你就送青铜镜 放在腿子上不是就得了 那我要给你把青铜镜挂上去 青铜镜挂在哪里 挂在胸前 这个小姑娘亲自动手 要借我红炉具 要借在他这个胸罩上面 你们女孩子想想看 后来那个男孩子挂了一个青铜镜 又不交到你手里 我给你挂上去 挂到你胸前 这个事情有点麻烦啊 这个胡家鸡 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这个胡家鸡 九家胡 胡家鸡 不屑红炉烈 不屑红炉烈 何伦青鸡去 这个女孩子肩就不让他挂 你把这个 我一个女孩子在店里长店 你进来之后拿了酒拿了鱼 还要送我青铜镜 还要挂到我胸前 还要捡我的衣服 因为镜子往往是贴身的地方 把外面的衣服解掉以后才挂进去 这个动作我想太过分了 这个女孩子不让他挂 不屑红炉烈 她本来穿的是红炉锯嘛 是不是啊 红炉锯嘛 我不让你挂 何伦青剑去 你怎么这样子不看着我啊 你以为我是路边的什么人啊 对不对啊 不对 不对 并且讲了一句话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妇 男儿 男人大概都喜欢年轻的女子 后妇 后妇肯定是比前妇要年轻一点 一般情况想从这样子 女子重前妇 女子一般来说 中情一个男子以后啊 他比较看重原来的感情 人生有心故贵贱不相遇 那不行啊 所以多谢今无字死在头去去 多谢死今无字 这个谢 大家可以说谢 谢的还有一个意思解释是什么意思啊 拒绝 我们今天有个话叫谢去参观 不止谢谢你 你不要你参观 谢就拒绝 谢就拒绝 拒绝 这里当然可以什么意思啊 大家体会 这个金无字 这是来的就是调戏 九家湖 调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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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 女孩子拒绝了 拒绝了 我们说 这首四歌啊 就是讽刺了 东汉和地时代外戚斗士而作 当时的外戚斗士 斗士 斗士家族 东汉的斗士 他现在可以跟西汉的护士可以相比 呃 他当然不好直接讲斗士 他就以西汉的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 啊 说明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首四歌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是一首比较早的一首 呃就是古斯社交手啊 诗人创作的第一首的俞斗士啊 很多文人的助手啊 他往往从创作俞斗士开始 开始